哎呦 這個真的不行啊 這個一定是紅牌 紅衣球員把腿狂衝 拚命搶球的過程中 卻遭半倒慘衰 有機會有機會有機會 你看紅衣球員大腳一伸 就要射門卻被無情毀掉 不過裁判竟然連吹犯規 給牌了 其實這個我覺得是 又昌的球員 他的這個部分 他防守的時候 他是可以有一些技巧 像這種球他是不需要 去跟他對一個肢體上的接觸 因為對方 這個有 紅牌再偷出來 教練挺身抗議 為球員打抱不平 裁判卻嫌判黃牌後 再改判紅牌出場 裁判的心中一把尺 到底有沒有平衡 還是自由心正想要判什麼就判什麼 而且你又派右昌國中畢業的裁判 來去判這個比賽 中等學校足球聯賽 上個禮拜落幕 季軍戰結果 花蓮美輪國中 不敵高雄右昌國中 以1比0落敗 但各種場上爭議 讓美輪學生家長相當憤怒 認為裁判疑似 執法不公 看到右昌國中球員疑似進攻時拉扯球衣 等等肢體接觸 但裁判都沒吹哨 辛苦的小將們希望能討個說法 體育署針對質疑回覆 美輪國中已提出申訴 高中體總正在做後續處理 體育署也會要求 儘速將處理結果成報 以釐清爭議裁判真相 這裡有講您是剛成關於花蓮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